选前最后一个礼拜 黄金周三号民进党机动市长候选人蔡世英 在六合停车场举办万人造势活动 各项表演吵乐现场气氛 以长候选人民进党市议员候选人 以及支持者更是挤爆现场 现场播放林佑昌市长执政八年来改变基隆 让基隆人赢回光荣的各项政绩 林佑昌呼吁大家支持蔡世英 让基隆继续进步不要走回头路 他刚才说过我很烦恼 我又很不敢 我这本年我们的冲这样拼 把基隆士的负债减少这么多 他现在欲白开政绩 请公关公司 开了很多的政见 但是这些政见他自己都搞不清楚 什么要拌古古楼 如果古古楼会拌我会拌就好 然后很多的这些政策 他自己都没有办法去实践 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一个力量 重新回到基隆 那我跟蔡思英两个人 在这六年一起携手合作 我们争取了非常多中央的一个建设的经费跟计划 所以我们才有这么多的资源 来建设基隆 来改变基隆 未来 我也会牵着蔡思英的手 全力的给他支持 全力的给他协助 过去林又昌来不及做到的事情 让蔡思英帮大家完成 好不好 让蔡思英接棒基隆 延续光荣 林又昌来不及完成的事情 让蔡思英来完成 好不好 好 总统蔡英文也亲自到场加油打气 肯定林又昌在基隆执政八年的成绩 强调他应该是来基隆最多次最关心支持基隆建设的总统 同样呼吁大家要顾票拉票冲票 让蔡思英接棒林又昌延续基隆的光荣 我们基隆人不是没有给国民党机会过 国民党的候选人当过三届的基隆立委 中央跟地方长达十多年的时间 都是国民党执政 结果十几年的执政 基隆却是停滞不前 施政埋入调查位 基隆的财政快要破产 基隆捷运的计划前前后改了一堆版本 唯一的共同点就是没有下文 直到林又昌成为市长 蔡思英当选立委 加上民进党中央执政 基隆的退步和停滞 有了截然不同的改变 因为又昌和思英提出的建设计划 是以我们基隆市民的利益为优先 不是家族政治利益优先 大家说对不对 因为林又昌和蔡思英 用国际宏观的视野 用首都圈的视野 真正的建设自由 大家说对不对 现在他也提出一个很棒的计划 叫1200首都通的政策 县长知道这个政策的请举手看看好吗 哦 好像很多人都知道哦 你们是不是觉得这个政策很棒 是不是很棒 我觉得很棒啊 1200块吃到饱 北北鸡头我们可以自由行 是不是我们让思英当选市长 我们每个月只要1200台铁 公车国道客运 捷运以及U-bike 一票就可以用到底 大家说好不好 好 基隆市长候选人蔡思英更强调 他把人生最精华的岁月奉献给基隆这块土地 如果这样不是基隆人 什么才叫基隆人 拜托支持者 催票拉票集中选票 让蔡思英顺利当选 我们希望基隆的进步 不可以走回头路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剩下六天 春六天 就是我们 重要的选择的时刻了 过去优商家思英的努力 思英在这段期间以来 提出了许多的公共政策 四大竞选主轴 相信很多人都看到 刚才总统也特别弃思英 再次的背书首都通1200的月票 为什么要提这个政策 因为我知道 基北北桃共同生活圈 通勤是重要的这件事情 不是每个人都有车子可以开 有许多人 需要透过通勤的方式 到达他上班上课的地方 我的对手 提出解决通勤的方案 是送狗狗龙 我跟他不一样 我提的是首都圈 1200月票的方案 包括台铁 包括国道 包括公车 包括捷运 包括U-bike 全部整合在一起 我相信 推动交通平权 让基北北桃 共同生活圈 让基隆人在这里面 感到骄傲 不会觉得弱势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蔡世英也呼吁支持者 同样要支持 站在他背后 支持他的这群里长候选人 以及市议员候选人 让基隆队全部当选 全雷达 继续为基隆进步打拼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思议 装饭 採取